4月初,为解决澳大利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物资短缺问题 由明德禄基金会在中国采购的第一批医疗物资 从上海分批运抵西澳洲首府珀斯 这些医疗物资抵达后 西澳洲每天病毒检测能力由400人次增加至1万人次 明德禄基金会主席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身产商 FMG董事长安德鲁·弗里斯特感谢中国在各国竞相采购情况下 提供澳最急需医疗物资,确保澳医疗秩序 事实上,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 FMG就向武汉青山慈善总会捐赠100万澳元 用于支持把FMG集团的长期客户 武汉钢铁有限公司拥有的五钢体育中心 改造成有388个床位的方舱医院 弗里斯特认为这是澳中两国人民之间 深厚有益的真实反应 这是一个战场 东西终于中国的选择 真正派很急 做这个 dignity 当自政府自由 优传费钱 写下また关于囧场 今年2月 弗里斯特与FMG集团首席执行官伊丽莎白盖恩斯 在西澳大利亚人报发表署名文章 让我们对中国表示支持 强调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挑战 澳大利亚因感谢中国做出的牺牲 竭尽全力支持中国 并相信中国人民定能战胜疫情 谈及此 弗里斯特表示 我们在同一旁的交易 我们在同一旁工作 我们在同一旁的交易 这些疫情会再次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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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没有那么糟糕 我们需要从这些糟糕的疫情 确实世界会再遇上 FMG连续11年出口铁矿时到中国 中国进口量占该公司年产量的90% 因为与中国的密切合作 FMG从一家新兴的铁矿企业 跃升为名列全澳产量第三的铁矿巨头 在澳大利亚 弗里斯特是知名人士 在中国他也有许多朋友 他告诉记者 每当问起两边的朋友如何看待对方 他们都表示欣赏对方的国家 对于一些媒体用负面的比调描述澳中关系 弗里斯特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现在我认为一些媒体的媒体 在澳大利亚和中国 我认为是不负责任的迹象 我认为一些我们的领导 有探索的迹象 专专业的领导 专专业的领导 但他们不拥有所谓的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人 我们确认为 在中国的需要 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人 现在是在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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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人